慕徐勒、福州语、慕斯罗的发音 曾几何时,在甘文格肯产区的这一带土地 都被在地的福州人昵称为慕徐勒 哪一段关于教会和福州肯殖民之间的亲密关系 到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传畅不衰 为何这一片土地的居民如此的敬重教会 为何石兆园是西马最多基督教会和信徒的地方 各种到底有什么让人热泪盈眶的动人故事 在地的福州人都会把甘文格称为慕徐勒 也就为大家介绍的是宣道堂牧师楼 老一辈在地福州人都会把甘文格称为慕徐勒 老一辈在地福州人都会把甘文格称为母须老 也就为大家介绍的是宣道堂牧师楼 也就是牧师楼的福州发音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以一栋建筑物做当地一个地区的别名呢? 当然要从它的历史原由说起 牧师楼顾名诗意就是牧师住的地方 在早年一位宣教士温达牧师抵达石教园 当时教会为他建了一座四尺尺长 二十五尺宽的双层建筑 以压打盖顶,墙壁则以草席铺上 楼上供宣教士和政府高官巡视时的住宿 楼下则充当孤儿院 当地的居民如果有任何事情都会来找牧师解决 牧师是他们的头人 Towner,也就是他们的领导 因为这样这里成了民事、社交、医药、财经、教育和行政中心 而它的位置在于啃厂区的中心点 相信这也是它成为刚文革啃厂的别名原因之一 目前这一座牧师楼是改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算一算应该有九十年的历史了 它是历任薛诺堂主理牧师的住所 由于保存妥当,至今状态依然良好 而这一样式的建筑在这里并不是独有的哦 目前在刚文革新春内仍然有许多外观和牧师楼一模一样的建筑 1999年,薛诺堂决定在园区内设立一间有关啃厂历史的博物馆 就着手把已经空置的牧师楼改建成博物馆 现在,当你从新馆侧门进入 左侧进入眼帘的是上一代的厨房 这是根据当时的真实情况搭建 也许你打工阿嬷来到会感触良多 天井处正已改成当时可名的展区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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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棵上交数可是货真价实的 从园区移植过来的哦 大厅是福州和早期十兆远的历史介绍 楼上还保留了一间当时的卧室原室 另外也有一间视听室 让访客观看一些介绍影片 另一则则是十兆远教育发展的进展 好了,今天的短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记得为我们的影片点赞哦 同时分享让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你的观看,再见!